去年万里区公所协助区内有50位没有家属祭拜的骨灰寻找安置的场所 但是因为万里中福纳谷塔没有适合的地方 因此在金山区公所的协助下被安置在金山福园纳谷堂中 在清明节前万里区长也代表前往祭拜 万里区公所在去年为区内48位无主先民 以及两位有主的先祖寻找安置 终于在去年中原普渡前 透过市府殡葬处与金山区公所的同理协助之下 在金山纳谷塔中找到能够安置这50名先祖的位置 而前区长日前也承诺 每逢清明中原都会前往祭拜 而今天也在万里区长的带领之下 到纳谷塔来祭拜祈求先民必有 每年清明节的前夕跟中原节 我们都会来公所 一定会来由区长亲自来这边来给他祭拜 然后当清明节跟中原节的当日我们联合法会的时候 我们也邀请这些先人回到中母纳谷塔和梁家 然后我们一起大家共享那边的祭品 然后跟那边的朋友聊聊天 还有一对基隆的张姓夫妇是当初发现这50位没有家属祭拜的先民 从民国73年整理到去年发现多位先民的骨灰坛都破损了 实在是不忍才寻求协助 好在在万里区公所奴隶之下 终于在邻近的金山大谷塔找到一个集中一起的塔位 今天听到公所要前往金山祭拜 也一同前来祭拜他们照顾30多年的先民们 去年之前是73年开始是我们帮这48位先民他们扫目拜拜 到那个去年前年因为那个骨灰已经破了进水 所以我再要求那个万里区公所区长帮他们的忙 区长很好就帮他们牵骨骸骨头装心甕 那么当然做总共五天的大法会 因为总是有政府机关吃面来帮助他们是最好最好的 没有政府机关以后如果民间的话放弃他们到最后是 没有最后会被遗弃 也很感谢啦 因为这当中除了冰藏助跟万里那个金山驱空所协助以外 他因为他从他那个奥还有法会还有祭品很多经费 我们冰藏助协助了一部分 那大部分就是有很多社会的三星人数来赞助我们这些经费 所以我们怀着感恩的那种心情 来谢谢大家很多就是帮忙这些五祖坟 公所准备了满桌的贡品 先行到先民的塔位前呼请 勾请他们上楼享用贡品 也在区长的领香祭拜后仪式顺利完成 区长说金山万里有共同生活圈 虽然先祖们安置在金山 不过一年举办两次的法会 还须会呼请他们一起回万里听经 解手祭拜 在亲民与中原表达敬主的心意 祈求先民庇佑风调雨顺 屈无顺利 记者廖平函金山采访报道